作月子是产妇必经的过程 从社会学和医学的角度来看 作月是产妇 调养身体 恢复健康体质的大好时机 然而坊间还存在着 许多作月的迷思与偏见 让新手妈妈深感困扰 不但无法安心享受作月子的乐趣 还加重情绪负担 得不偿失 作月期间 产妇可不可以碰冷水 洗澡 洗头发 相信是许多妈妈心中的第一个问号 如果说我们从探讨洗澡来讲的话 在古代都是用井水 那井水的温度是大概介于16度到18度之间 那所以井水捞上来的水的话 它必须做过烹饪之后 煮的时候 之后才能洗澡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 尤其是在我们的祖宗寺在中原 它是有四季国家 有九个月是冷天气 那冷天气你要洗澡是非常不方便的 所以说作月子期间一般来讲就尽可能不碰 再加上环境的温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很少比较说没有这么大的汗 那就尽可能只是骂身而已 那这个是一直传下来的 那究竟我们能不能洗澡 所以最后如果我们留意到的话 是有些产妇她也洗澡 可是就没事 那有些产妇洗澡之后就马上感冒了 那就是所谓的中原风 那实际上也是一个 主要是水温是不是能够控制得好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洗了之后 实在是很不舒服是可以洗的 从医学角度包括中医角度也一样 只不过你确保你不会冷到 然后很快的就抹干身体之后 吹干头发就穿上衣服 但是有一点就是还是一切以妈妈为主 如果你觉得怕冷 你觉得已经开始怕冷胃寒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洗 稍微冷一冷 那如果觉得你自己本身感觉到 我的体能热能都很够 然后我想要洗 那你就准备好热水毛巾 那进浴室的时候 赶快洗的时候就抹干 确保不感冒就可以了 月子期间妈妈必须减少劳动 常待在屋里卧床静养 甚至不可以外出吗 目前作业纸是没有规定说不能出外的 到以前古代也都可以出外 只不过要小心不要感冒的 都可以走动 最重要的休息是说他能够睡得着 睡得好 那如果是躺在床上太久 腰酸被痛或者说 还是鼓励是起来走动 如果没有很严重的子宫下垂的问题 或者是生产之后的一次造成脱缸或脏器下垂的问题 我们还是鼓励产妇是要起来走的 当然就不要抱中屋 不要有负重的 拿中屋的东西情况 尽量避开 那当然上楼梯下楼梯也不是大问题的 这样子 然后多动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第三周通常会鼓励妈妈 就是稍微有些开始自己照顾baby 那这个模式可能是现代人 比较常规性去做的 那有些是比较体壮的 像农村里面的这个问题 第一周第二周都还得自己照顾baby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 我说生孩子是老天爷给女性 与天寄来的能力 剩下是说我们的心理建设 是不是建设好了 如果建设好了之后 那基本上不是问题的 那唯一避开的是什么 劳动过度 比方说你去跑步机跑过度 这个反而会耗 传闻做月子是女性 调养身体的黄金时期 如果月子做好了 就会受益一辈子 相反错过了进步 则会落下许多月子病吗 一般平常过生活的人 你不会这样子补一个月的 所以实际上是因为你补得好 所以它就会好 那就算你不生孩子 如果你拿一个月休假 吃好住好 然后补好的话 你身体也会改善得好 所以重点是这样子 并不是说非得要做月子 为什么我谈这个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观念错误 我们会认为说糟糕了 剩下五天要完蛋了 要结束了 然后我还没有来得及条 我们会反而是附加了 更大的压力在你身上 就变成说做月子就没有意义了 这个是观念的问题 那做月子的期限到底是28天 还是一个月 亦或是100天呢 做月子里边的没有规定天数 如果是从马来西亚 现在习惯是28天是常见 是因为一个月有四周 四周每个月四周 然后乘七天 然后有28天 这样的一个换算方式 那实际上参考了各区域南北 包括了自古以来的做月子 有30天 60天 100天的 那完整的话 其实在一些农村 或者一些地方是做100天的 那100天也是因为 很可能在当时那个时候的环境 是比较贫穷的 或者是饮食的那个食物是不够的 那现在的人的话 生活上我们要得到各种营养 都很方便 那甚至是更丰富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都做到一个月 就觉得OK了 那做完一个月 是不是完全是足够的呢 就第二个月就不用做呢 我是不鼓励 因为以现在人来讲 因为我们都是双心 双心家庭 很多时候慢慢生完之后 就要工作 那这里头其实是不够休息的 所以在第二个月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适当地调补 但是不需要像第一个月 补的那么多 还是可以延续吃一些鸡酒 包括猪脚醋 或者是一些药膳类的东西 坐月期间 妈妈们是不是应该要大补特补 餐餐都是营养十足的月子餐呢 坐月子是丰富一点 就很够了 那丰富的定义就因人而异 有些人觉得说 我家里必须要用一个 生物机或者是很好的肥机 那有些人只是说 我稍微简单的甘榜鱼 也是一个对他来讲 是一个丰富的饮食观 就看个人的家庭的饮食的 不同的做法吧 所以这里头最重要是说 我平时没有吃得这么多 今天我这个月我吃得特别多 那我肯定是身体会比平时会更好 那就是做叶子的一个基本概念 严聚捷中医师强调 由于产妇生产后 生理和心理都起着很大的变化 所以除了一味地讲究身体的调养之外 也要顾及心理的情绪 以免遇出病来 生产之后用力过度 然后人体的流汗 汗液排泄太大了 那这些等等的情况 再加上担心的情况之下 就比较疲劳 那这样的疲劳的话 血不够的时候 我们讲的心疲两虚 精神不能集中 情绪就有波动 可能会引起失眠 或者说思虑比较多 担心比较多 那这个只要调好气血之后 它的情绪就会稳定 所以我们讲的 这个是生理性的稳定 第二个就是说 当然包括了家庭的一些配合度 所以也有一些是 因为作业只是一个口耳相传的概念 比较多 受到可能家伙 妈妈或者爷爷 或者是隔壁邻居的阿姨 这样跟你讲的时候 你就不敢了 不敢这样做了 所以就变成说 反而作业只是一个压力 尝试用另外一个角度 去探讨作业子的话 其实作业子是一个妈妈 可以说是一个喜事 同时应该是一个度蜜月期 让整个夜市开开心心的 吃得好睡得好 所以其他的那些 过于太过苛刻的一些要求 有的时候我会牵我的病人说 你放掉他算的 反正做业子不是28天 30天而已 你可能是可以做上半年 而且你照顾孩子 很可能是至少前五年 你还要这么长的时间照顾他 也不是这28天可以做好的 所以就是说让自己 烂购一些 然后可能情绪好 反而最近整个作业子会更好 他说月子是欢庆妈妈 平安诞下宝宝的一件喜事 理应不该被许多繁文入节 捆绑而受影响 宋代夫人大全良方里 就提到作业强调的是 先母后子 意思是先照顾好妈妈 才能照顾好孩子 所以作业子应该是妈妈 一个很享受的过程 明天继续有 中医的作业迷思与调理下集 浅线视窗采访报道